歡迎回來色星新聞的現場 新聞繼續來看是 六地里的教育基金會 為充目的教育基金 生活在家的家裡 放縱頂的停車頂 基盤的許若竹兒 無限未來愛心完優惠 現場有百萬的 為期因民眾贈來選擇 在基金會當事長的臉賓 也感謝各位 省省來訪住 好 六地里 無限未來愛心完優惠 30號上午 在家裡的家裡 放縱頂的停車頂 登場 有 更是還有營養的收集 10號上品 農産品 令100台的愛心大衛 欠很多人眾全翁參觀 以後有愛心大衛 他不會陪各界來館選款優惠 關於我們老近鄉 他的官山區立委參選人 彈宜珍 都在現場忙 彈宜珍 竟然是從第一 他不會打賣人的身份 我們的幫助 六地里無款 我們今天看到 你做主要一半的社會 這麼多人無限的愛心 這些孩子有無限的未來 我是覺得說 大家要說這樣勝出 能夠讓他們有更多 更多的資源沒有後顧之憂 我們對這個政府部分的努力 像我們眾民代表的 也會更加努力 一起讓他們真的沒有後顧之憂 真的替他們爭取社會福利 六地里教友基金會的表師 非常感謝各自新林書的幫忙 希望在愛心林書的支持之下 繼續照顧六地里的工作 可以順利進行 期望這個一百年度的營業會 就是我們目到明年那個 那個我們教寶基金會 明年的教寶基金會不足 所以我們今天冒目到的全 都是要利用在別人 希望大家三星人日 多多來幫忙 讓我們這些小朋友 免得後顧之憂 六地里教友基金會的表師 每一年都有很多 神經營獎 來支持六地里的工作 也希望照顧我們優惠的方式 可以讓經濟的人 關注愛心來幫助 社會上的立正團體 聲音是問題的 比翁秀選家的七彩虹